电影看见台湾 邀请全台国中小学生看电影做公益 导演齐柏林此次与民间团体合作 共同赞助3000张电影票 25号特别邀请导演与四所国小学生前来看电影 希望借由影像教育 让成长中的孩子们了解台湾 将实际的环保行动 落实于生活中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其实这部影片最主要的观众就是在座各位 因为我过去都是用空中拍摄照片的方式 来介绍我们自己的家园 可能在你们课本里面都曾经看过这些照片 但是过去用照片的方式 其实它的影响力非常的慢 所以我想拍个纪录片给大家看 那这部纪录片它其实最主要的出发的观点 是对土地的一个关爱 各位小朋友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影片里面 有很多美丽的台湾 但是你也看到一些伤痕累累的台湾 这都是过去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很多很多的人类的行为所造成的一些现象 我觉得很多人都排放了很多的污水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就可以环保一点的话 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的脏乱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尽我们的本分 不要乱丢垃圾啊 用少帮装的商品啊之类的 这样子才能够守护我们的家园台湾 谢谢 很多人很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环境 应该要爱护环境 然后让台湾可以继续这么的美丽 导演齐柏林与民间团体合作的公益分享计划 将邀请全台湾三千多名国中小朋友看电影 不仅推广电影的理念 也落实电影的环保教育 考验情报记者陈振健 杜云广采访报道